最后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到文章的第三段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这次写的是宋定博是如何的抓鬼及卖鬼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走到了原室的市集 宋定博这个时候便扛起了鬼 放在他的肩上就赶紧的捉住他 这个时候呢鬼就大叫了 他就发出了嘖嘖的声叫声 要求把他放下 这个时候宋定博当然不会再听他的 一直走到了原宪市的市中心 才把鬼放在地上 这个时候呢鬼竟然变成了一只羊 宋定博当然就准备把他卖掉 因为担心这只鬼会再有所变化 他就向他吐了垂没 而卖得了一千五百令吉就离开了 所以文章的最后的结果始终说过一句话 宋定博卖鬼得钱千物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所以当他们走到原宪市的路上的时候 宋定博便扛起鬼放在肩上就赶紧的捉住他 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 宋定博其实早就已经谋划准备要此刻行动 这个时候呢鬼只能大呼大叫的 一直被扛到了原宪才放下他 这个时候呢鬼竟然变成了一只羊 作者其实并没有在文中中说明 为何今天鬼为什么会成为一只羊呢 或许呢可能今天他们走到了原宪的路上 已经是天亮了 所以鬼才需要化身成一只羊 所以宋定博又担心他会有所变化 于是就使用了鬼的禁忌 人的锤叶 然后把它卖掉 所以年少的宋定博单独一人就可以制服鬼 可见这只鬼是多目的弱小 所以最后作者为了要让人相信鬼的存在 作者就指当时的人始终就曾说过 宋定博卖鬼得钱 得钱千五 显示了今天宋定博卖鬼的这件事情呢 已经广为流传成为了人议论的事情 为何能化成羊 就是今天这只鬼为什么能化成羊呢 其实他就是在说文解释里边就有提到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你可以去说文解释查一查 为什么今天这只鬼可以化成羊 好今天我们的这篇文章呢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高潮的部分 其实就是捉鬼 就是这一个宋定博呢 他把这个鬼就是到了 呃原室就把它扛在身上 并把鬼卖掉 最后就用锤叶 防止它变化 最后的结局就是卖鬼得了千五令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的问题 鬼变成羊之后宋定博是如何处置他的 宋定博为了要防止他有变卦 就在他身上吐了锤叶 好 接下来再往下看 宋定博捉鬼的过程有哪些 所以他分别就是见鬼 装鬼 红鬼 抓鬼跟卖鬼 好 再往下看第十三题 在文中从鬼的遭遇于结局中 可以得到哪一项的启示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 其实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 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好 第十四题 宋定博一文中 定博与鬼所表现的角色性格为何 所以在文中里边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宋定博 他的性格呢 就是灵敏激谨的 而这一只鬼的性格呢 就是憨厚于之的 好 第十五题 宋定博的文章的结果 为什么今天要提到时钟之名 再说一次卖鬼得钱一千五呢 他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增加故事的可信度 第十六题 请指出宋定博逢鬼 抓鬼的时间及地点 好 所以他遇到鬼的时间呢 是在晚上 地点呢 是在南洋 捉鬼的时间呢 是在早上 地点是在原事 好 宋定博是一个怎样的人 宋定博呢 胆大 不怕鬼 机智 有智谋 好的 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 宋定博卖鬼的文章讲解 谢谢大家